中国人才季季。 国产航母设计来自这位八十后。 标题,中国又诞生一位国宝级天才。25岁开始设计国产航母。俄专家赞不绝口。 文,狼牙军。 最近最火的事情当属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试验,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建造一艘航母到底有多难。 一般来说建造一艘航母,需要四千多位工人连续24小时工作三年才能完成。 这还没有完,建造过后还要进行一年多的装修,航母上面都是铁戈的,所有的房间都是焊接工人焊上去的。 所以说建造航母是一件十分考验耐力的工程,而且一旦一个环节出错了,就会导致整艘航母产生连锁反应。 所以一般各国的航母设计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,但是中国在第一艘航母的设计工作中大胆启用了一位八十后,当时他才25岁。 这位设计师名叫王硕威,1980年出生。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船博于海洋工程学院,由于能力突出,很快就参与到了军舰的设计当中,海军第三代驱逐舰的设计师名单中就有他的身影。 而辽宁舰和刚刚下水的国产首艘航母也有他的功劳和身影。 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,一艘航空母舰完全能将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提升一个档次。 如今中国已经拥有两艘,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航母,所以航母的建造工作必将是昼中之重。 在谈及能够参与航母的建造工作,王硕威十分激动地说道,我的信仰就是接力火炬,永续奋斗。 我所在的701研究所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,把一辈子的精力献给了共和国建船事业。 如今王硕威有了自己的团队,他们从零开始,翻阅上千份资料,经过上百次的试验,在很多关键技术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。 国产航母上面的很多新技术就是王硕威团队的成果,而拥有丰富。 有没有用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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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